小恩生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48岁来自山东个体 女嘉宾盛女士42岁来自山东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妹 你好 主婶来好 担心妻子跑了 是啊 上这来确实有这么个心结 哦 心结 不会跑是吧 不会跑 是他想的太多了 想多了 我看资料说你们俩是再婚成组的家庭 是的 是的 我们是再婚的 就是我一样来我开了一个饭馆 圈林嘛 当时就台上去过打工 我看他工作比较认真 也比较麻利利索 所以时间久了就产生了感情 在14年的时候我们就结了婚 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有男孩 不挺好 怎么会把他跑了呢 是这样的 当时啊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因为我有个饭馆嘛 进去调宴还可以吧 吃喝或者用的 你想要买化妆品啊 花个三千两千的 都是不在话下 如果过街了出去玩玩 上香港了 北京了都出去玩过 到后来呢 我感觉到干餐馆啊 确实非常辛苦 我呢就想能不能找一个比较轻快的工作 不那么累的 在16年的时候啊 这个朋友啊 他给我介绍他说有个公司挺好 你去看看吧 确实一看呢 感觉确实挺好 就想干这个地儿 当时他有点不太同意 当时我也不同意 投资感觉也挺大 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小家小户的哈 所以实际上咱也经不起那个赔 所以对这块吧 我很反对 但是到最后呢 我也宁不过他 我就把原来的餐馆 全部变卖了 又借了朋友的几万块钱 谁知道干了又半年的时候吧 公司突然间倒闭了 这是彻底把我打门了 我这可怎么办 原来的投资都 打了水瓢 我想不能闲着 这时候我就出去打零工 再苦再累也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挺好吗 他呢 认识一些艺人朋友 天天打电话 每天都打到十一点点 我是非常生气 干嘛呀 只要是我老公啊 他想的太多了 家庭就到这种地步了哈 我就想两个人共同渡过难关 我也想在朋友这边看能不能有机会或者有出路 结果呢 我们就有法经常聊天啊 或者打电话什么的哈 我老公他就不愿意 有一次为了他聊微信我和他吵架了 吵得比较凶 当时他就跑到沙发住去了 当时天天听凉的 我还和他感冒了 到了夜里一两年钟吧 我就拿了个博被 心里给他盖上 当时到沙发一看 他的手机啊 在这个塔基上放着 我随便拿起他手机来一看 有一条微信给我启蒙了 他怎么写的呢 啊 如果睡沙发上 你应该叫他去睡啊 你不一定上我这来住吧 我当时我看这个我启蒙了 我什么意思啊这是 对吧 当时过日子 你去上他那住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这么个事儿 吵架以后我就和朋友说我说我老公 那个在大床睡着我在睡沙发 我那个朋友就回了一句 那你不行就上我家来睡吧 再说了哈 人家也是有家庭的 有孩子有老婆的 我老公他就是为了这事吃醋 除了微信让你觉得可疑之外 在生活里还有什么可疑 你觉得这个女人准备跑吗 其他都没有什么可疑的 反正就是聊微信在一块 是我最担心的 三聊两聊 就聊出事来了 对吧 毕竟这是在婚的 其实还是你想多了 我在聊微信的时候 我的朋友要给他创造利益了 那你怎么不想想这一块 我朋友给他创造利益了 什么情况 就是我和他经常聊天的这个朋友 他是一个小则罗的一个经理 我去做餐饮这一块 我和他聊天的时候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盒饭 挣了有三万来块钱 你不光是这个 我感觉他呢 有的时候心不在家了 就是说你要对孩子好 对我也好 很美丽目的有的时候 有一次吧 孩子不小心啊 吃饭了 把这个碗放在边上 掉地下打碎了 他当时动手就想打 对不对 你这种方式肯定不行 为什么他和我吵 那次我吵开的的确是不对 也就是因为他整天这么怀疑我 说我我心里的确是受不了 我问问吧 您认识那些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呢 开餐馆的时候认识的还是怎么认识的呀 开餐馆 我就上写作楼发那个明天的时候认识的 哦 那这没什么呀 不就正常的做买卖吗 对 他想我聊天聊到时间长 每天就聊到十一二点 就是又要看刚才 为什么要聊那么晚呢 因为我这个朋友的白天上班 就是晚上闲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在聊天玩 聊什么呢 你不就做个盒饭吗 他订了就订了吗 不订就不订 你跟他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天时期间 就聊聊聊聊生活中这些 今天是干了什么活啊 或者是 不是你干什么活 不是应该跟你老公聊吗 干嘛跟那个朋友聊呢 不是为了订盒饭吗 不是订盒饭跟聊生活有什么关系啊 你上里不可能就说 你明天要多少份啊 行 听明白了 所以难怪你担心对吧 是啊 这次听明白了 越界了对不对 我没越界 没越界你跟人家聊的十一二点 他不是说聊到十一二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公全是女性客户 他每天跟那些女性客户 聊到十一二点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因为我了解他 我放心 可以聊 有一天聊跑了 你也不怕 他不会跑 如果他每天跟异性 聊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明天心情好不好 甚至还跟别的女人说 你看我跟我老婆打架了 我让他睡了沙发 我睡大床了 然后这女人说 别睡床了 你到我们家来睡吧 你吃醋吗 你还放心他吗 所以 是因为家庭的一个重大的 投资的一个变故 引起了家里的很多变化 夫妻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我们听听老师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盛大姐你好 就是在生意失败的时候 你有没有埋怨过先生 你看我当时不让你去投资 不让你去做这个项目 你非不听我的 有吗 有过 所以其实在您的心底觉得 造成今天家庭这样困肿的局面 完全是因为先生 当时不听您的劝所造成的 对吧 那也倒不是 我感觉他就是 参与我 回应我这会儿 我就住不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 先生对您的这个怀疑 为什么 因为先生可能心里觉得 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他有很大的责任 他自己有内疚 有自责 甚至有自卑 越有自卑心情的时候 他越会敏感多疑 但是敏感多疑是有来由和出处原因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了越界的事情 婚姻当中的越界怎么来评判 就是来看你做的这件事情 有没有让你的另一半伤心或者担心 如果有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越界的事情 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感受 一直为转移 而不考虑他的感受 你想的是 去多招揽一些生意 这样让我们家庭好起来 这可能是您最初的初衷 但是 从这个初衷当中 您尝到了甜头 您觉得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 跟异性多聊聊天 可以去疏解一下自己的心情 或者怎么怎么样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这个时候 你忽略了你枕边人 你已有了情绪的发泄口 那你的先生呢 在婚姻生活当中 一定不能这样自私的 如果一直这样自私下去 最后伤的 新的人是他 跑了的人是他 一定要守住 婚姻当中的分寸感和边界 我先跟大哥聊聊 我先给您讲个小故事 有一个冷冻库的工人 一次失误 他晚上被关在了冷冻库里 第二天人们发现 他被冻死了 但事实是 那天晚上 这个冷冻库断电了 温度不是那么超低温的 他暗里不会死去 那是什么导致他死亡了呢 完全就是因为一个词叫暗示 他认为自己在里头 就一定是超低温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温度 是自己不能承受的 最终他死去了 被自己其实是暗示死 或者说是给吓死 我请问大哥 在过往的这段时间里头 你看到妻子有客观上的 除了聊天聊到比较晚 的确刚才沙大老师说 有点过界的这种行为 他有其他的不好的行为吗 没有 没有发现其他 但是你主观里头 已经有暗示了 我现在事业失败了 你要埋怨我 你现在又做了这些 让我觉得不能理解的事情 你可能就有出轨的这种倾向了 这种负面的心理暗示 一直在驱动你 所以现在你非常矛盾 你既认为自己说 我想相信 我的老婆是在跟我同舟共继的 但是你要怕他 他能跟我同甘共苦吗 所以你把很多的细节放大了 你不相信他了 这是你们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 信任问题 一切外在的客观矛盾都可以夫妻同心去解决 但如果夫妻之间出现信任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大姐 在这件事里头 你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大姐 大哥现在压力很大 家庭问题 事业问题 此时真是应该多理解 多为老公的心理去想一想 他的感受想一想 尤其这些过界的行为 会导致他心里更加的惶恐 不安 甚至有一些自卑 对不对 此时多跟他聊聊天 心平气和的多沟通 好不好大姐 任何事情 夫妻同心 一定可以解决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盛姐一直在哭啊 您是觉得委屈 还是觉得自己错了 我就觉得自己委屈 还委屈 我一会儿再来解读 您刚才的这个哭啊 您先自个儿再合计合计 我先来说 李哥 您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是因为怕老婆跑了 怕老婆跑了 是因为创业失败 然后现在呢 又缺少资金再重新干 至于说 为什么会缺少钱 来做您之前的这个工作 我看到台本上写 有一个其他的机会 要到外地去 但是您没去 对吧 对 是因为怕老婆跑了 怕老婆跑了 是因为创业失败 我在讲什么 这是一个死循环 对 所以您今天到现场 需要做的就是破局 第一 怎么才能够让事业上 有一定的起色 让这个家庭增加更多的收入 我认为创业这件事情 是很难的 我们讲不熟的行业不做 不懂的行业不做 所以您就应该 还是做您的老本行 从小做起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我认为很重要的 就是您心态上的一个变化 以前 我拍我老婆一下 我老婆 哎呀 干啥 说明我老婆好爽 现在我拍的一下 我老婆说 干啥 你看 她对我态度不好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 非常敏感的心态 你需要去调整 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我说大姐 她这种不好的状态 第一当然是创业失败造成的 第二 是你给她带来的压力 你会给你老公造成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 我这一单生意 是靠我老婆 陪别人聊天换来的 这对男人的自尊心是巨大的伤害 而你不自知 她觉得你看 我媳妇得这样陪她聊到十一二点 我们才能赚这几万块钱 我宁可这个钱我不赚了 对 大姐 给到你们两个的爱情建议就是 当我们不再年轻了 当我们曾经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当我们的事业受到过重创以后 我们能拥有的就只有彼此 所以紧紧地抱着对方 然后给予最大的信任 与尊重 祝福你们 患难见真情 顺境之中 大概是看不出两个人感情有多深 但恰恰是逆境的时候 才能体现出 你们到底有几分真情 我问你 你上一段婚姻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性格不合 因为我的脾气性格 就是比较大胆咧咧的 男孩女孩 女孩 为什么判归了男方 而不是你 可能因为自己那个 我的这个 反正就是心不细吧 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性格不合吧也是 其实你们这个婚姻 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很脆弱 她对于你的不放心 不简简单单是因为 你跟别人聊天聊得很晚 包括你作为一个母亲 对于自己现在的这个孩子 和过去孩子的态度 你今年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作为一个母亲也好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妻子 你一定要有所界限 说这个问题 说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大姐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儿 而是你性格上的一些东西真的让人容易产生误会 实际上你什么也没做 或者你只是为了把事业搞好 但就因为你这种性格 你让男人很大情况下 很难相信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界限 男人如果选择相信就留下 如果不相信就断然离开 爱情没有真相 感情没有真相 就看你自己心里的真相是什么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我同意图老师刚才那个 相信就好好过 不相信就一定要走 最后要做选择的 实际是两个人一起做 如果我们俩是相爱的 就真的要在最困难的时候 把彼此心里最真的东西都掏给对方 不要再遮遮掩面 你要的是什么 你希望的是怎样 达成的共识往前走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呢 你刚才说的怀疑这块 我尽量的把我的心胸放大一些 我希望你呢 以后聊天的话 把聊天内容啊 能叫我看 聊天的时间不要这么长 这样你看能行吗 可是你整天这么怀疑我 我以前是怎么对你的 我现在和以前对你的那个心 你看变了吗 可是你整天这样怀疑我 我从心里我受不了 说实际的话 你对我的好我是记着的 如果不记着的话 当然不至于这样 对不对啊 但是你猜疑了些我受不了 但是生活不是我需要的 所以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够延续 所以人家说嘛 生活里最好的吃金石是磨难 欲试看人呐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你对夫妻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